大家好,我是Dedai 今天想跟大家讲一个 大学女生被愚弄的故事 故事开始 杨总就驾着她的跑车 出去谈生意 她还有两个保镖 真的拔跑 赵总说 那里还欠 老板点个头 应该没问题 资金很快就要到 杨总说 你办事我十万个放心 突然老婆打来 老婆一直唠唠叨叨的 问她几时回家 杨总很气 男人在外挣钱 不容易 孩子打来 烦死人了 突然有个女演员来到 杨总 你说过我会做女医 几时啊 杨总说 她做监制的不容易 讲过的事都忘了 女演员说 你那么不容易 我就给你happy一下吧 杨总把女演员 介绍给赵总认识 她就是下部戏的老板 去给她服侍服侍 妈妈想问杨总 想要什么样的小姐 杨总说 最近不是来了个大学妹子吗 叫她过来 妹子来了 她表现得很害羞 妹子问 12点前会结束吧 我赶着回家 杨总服了 想不到这妹子挺单纯的 原来妹子进这夜总会 是她的学姐介绍的 学姐知道她穷 所以就帮她赚快钱 只赔课不打炮 阿姨安念妹子 每次都等她下课 画面一转 妹子问杨总 要玩摄子吗 虽然我不怎么会玩 妹子一只输一只喝 杨总觉得这妹子挺可 爱的 很单纯 不做作 妹子说 12点我要走了 杨总好几个月都没回家 老婆打来 都骂骂呼呼的回答几句 根本就不想理她 杨总展开追求 买项链戒指 带她去shopping 就是想夺取她的芳心 学姐这时也认识到了杨总 阿姨问学姐 她想追妹子 可以帮帮她吗 学姐叫她放弃 杨总有车有房 最重要的是有 钞票 你什么都没有 还是收皮吧 阿姨说 只要学姐肯帮忙 她还是有机会的 学姐只要勉强答应 某天杨总又约了妹子出来 哎呀 赵总叫她出来签合约 杨总说 对不起 要去谈生意 她还买了一个礼物送给她 她叫司机送妹子回家 自己会去叫Uber 打开一看 原来是钻石 妹子感动极了 赵总说合约签了 我们明天还要飞过去看看进展 杨总说 可以 没问题 直到明天要去出差 她想约妹子出来见面 可惜太晚了 妹子不想出 妹子说 让她知道时间 她会去接她飞机 要去机场时 杨总打电话给赵总说 有点事明天才去 她打给妹子说 在外面 妹子很高兴 立刻出去和她赴约 他们到处都疯 散步 谈情说 哎 妹子靠近她 不是想贪图些什么 杨总就是喜欢她这点 杨总终于去外地公干 学姐问妹子 杨总是做什么的 妹子说是监制 这时学姐起了外面 她特地告诉阿易 某时某日会和妹子吃早餐 假扮巧遇 然后又再约他们两人 出来唱K 培养感情 最后还来了一场 恶汉骚扰妹子 阿易英雄救美的情节 妹子顿时对她有好感 几天后杨总终于回来了 妹子去接她 在外地公干 杨总又买了一些礼物 回来逗妹子高兴 妹子没强求什么 只要能够和她在一起就行了 杨总真的越来越喜欢她 某天学姐去找杨总 学妹呢 学姐说 她不在 经过这 所以特地来看你 杨总去拿饮料招待学姐 趁这时 学姐放了一个 想搞想搞药 在她那杯茶上 喝完后就和学姐狂做 学姐把过程录了下来 发给阿易 阿易说 你到底要什么 学姐没拐弯墨脚 直接说 想要做女医 好没问题 阿易给妹子看他们照 诶 的片段 妹子很伤心 杨总打来都不肯接 天有不测的风云 原来那个照总是个老千 他被骗了几百千 事情没有最坏 只有更坏 老婆知道她在外面偷吃 所以要和她离婚 一下子 杨总就身败名裂 赔上了财产 赔上了家庭 妹子借酒消愁 阿易一直献殷勤 说 我会陪伴在你的身边的 最后妹子和她做了 妹子以为她找到了个如意郎君 她大错特错 这一切都是老婆安排的 她要复仇 让妹子和杨总的日子都不好过 妹子和杨总都是输家 老婆才是最后的大赢家 故事就这样结束了 千万别得罪女人啊 不然下个身败名裂的人 就是你啊 好了 今天的故事到此为止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